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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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时分菜农开始采收龙须菜 花莲吉安香是全台湾龙须菜最大产地 种植面积高达200公顷 每日产量有10公顿 占市场总量9成 号称吉安香的滤金 采收完的新鲜蔬菜经过包装后送到集货厂 采用蔬果共同运输 吉安香农会每天以两辆冷藏大卡车 运送到台北第一第二果菜市场开卖 每公斤是2.8块 那我们以距离来计算的话 我们比较一下高雄燕草的芭蜡很有名 它运输成本一样到台北果菜市场 它是1.9块 运输成本多了0.9元 原因是花莲对外交通不便 没有高速公路 生鲜蔬果要往北送 全都仰爱省道台九县苏华公路 运载农民心血到北部拍卖 货车驾驶张啸舟经常往返花莲和台北之间 对于苏花公路沿线各种突发状况 他全都碰过 如果有落石的话 就可能就会 就会导致车流量变大 再也就是 会在那边等待时间 再清理石头还是一些救援 去年端午节连续假期 苏花公路112.6公里处摊坊 交通受阻 花莲农产品 只好绕到南回公路再送往北部 而这种情况几乎年年发生 根据公路总局统计 过去6年 苏花公路摊坊超过110次 每年修缮经费高达1亿元 只是说成本的增加它要到4.8块 可是真正成本的增加在于运输的路途 因为距离远了 它大概要将近12个小时 才能到台北果菜市场 那这样子的话 就往往造成我们的蔬菜的新鲜度不足 拍卖的价格滑落 于是花莲乡星都寄望苏花公路赶紧改善 不只让运输通畅 也给他们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长久以来 苏花公路有着它的美丽与哀愁 因为沿线地形复杂 导致状况不断 每每坡度摊坊都得仰赖这群人 山头光秃秃一片 脚下踩着碎石 眼下即是太平洋 这般工作场域令人直冒冷汗 苏花公路坡地工程人员 全台湾不到30位 他们就像蜘蛛人靠着两条绳索 一双雨鞋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断圆残壁固定吐石 高空作业人员高空作业人员 请听我指示 上面状况是否良好 上面状况是否良好 非常的良好 感谢主感谢主 飞檐走壁工作 工班班长田建志 退伍后就踏进这个圈子至今16年 他说苏花公路摊坊路段很多 包商经常到处找工人 而且待遇高领日薪 一天赚个2000元没问题 爬山壁刷坡 挂网喷江打岩丁 工期以三个月为一个单位 天气好的时候 田建志一个月有25天都掉在上面 对自己的工作常抱着人定盛天的决心 偏偏有时却抵不过老天爷的神来一笔 碰到下雨它那比较松软 它难免会有一些会滑下来 那变成说我们要再做第二次去 再去补那些网子这样 就这样就比较麻烦 这工作高风险又需要高技术 抢风回家的路是他们的使命 然而施工时还得管制人车通行 遇到农物或是下大雨就得停工 放不放行都需要这群无名英雄搏命 天灾难防不管用路还是修路 这每一段路真的都是淡战心机